沒有錯 世界第一等的夥伴們 在指引我身後的那座雪山 就是我們要找大貓的雪山地 而我現在不是故意講話不誇張 是我沒有辦法誇張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 三千九海拔的地方 如果你太誇張啊 或是動不動就生氣啊 你很有可能就直接得高山症 我現在眼睛已經脹痛到不行 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的眼睛脹 是我帶的乾糧 我的乾糧已經脹到快爆炸了 你看看 我在身上買的時候 它完全不是真空包裝喔 它是這樣小小的 然後結果我們 車子開到這裡來以後 整個變這麼膨耶 等於說我到時候上了那個雪山 這個會直接爆炸 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需要 除了這種小乾糧以外 更重要的裝備呢 沒有錯 因為聽說呢 有一位雪山達人 他叫做戰備 光聽這個名字很厲害 非常戰鬥的感覺 他就會坐落在這個附近 好像會搭帳篷 我們來去找 肯定是他 大哥你好 你好 你該不會就是戰備吧 對 是我 果然你看 我放眼望去啊 整邊草原裡面 就一個帳篷 就是他 而且他這邊煮水 你知道水是旁邊的河水嗎 旁邊的河水 欸你厲害耶 這全部都是你的裝備啊 對啊 所以我們上雪山 是一定要弄這些東西囉 因為上雪山沒那麼簡單 要裝備都要齊全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好 這一帶是什麼 這個 是這個 雪貨 相機包 登山包 乾糧 然後還有瓦斯爐嘛 瓦斯爐 有沒有 喔 出現了 這就是你要用到 你不用嗎 我沒有 你習慣了 我 我要上去找那個大貓啊 他會 他會攻擊人嗎 對啊 那個 你所做的大貓呢 就是在海拔四千 雪線 比如說是在四千 六百多的地方才有 萬一玉霜了 那就是非常危險 呃 那我跟你講 我應該這個帶著 然後這個就放我身上 然後這個就放我身上 咱們哥我們可以出發了 我的媽呀 有這麼恐怖嗎 有 真的這麼恐怖 真的這麼恐怖 跟著巷島 把東西一一準備完成 看來要登上雪線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連台灣第一高的玉山 都沒有爬過 就要挑戰海拔四千六百公尺高的雪山 到底這次的任務 能不能夠順利完成 說真的 我只知道 我現在的心情 很緊張 脈搏 很劇烈 頭皮 很發麻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我們還沒有開始正式上山喔 我卻已經發現我有點喘不太氣來 你知道嗎 這位哥這樣是正常的嗎 正常 正常 對 因為海拔現在慢慢高了 慢慢高 現在幾米啊 現在海拔四千 四千 四千 我現在覺得呼吸困難 然後 我平常啊 爬山沒有在喘的 我一般來說 台灣是任何的 沒有啦 當然不是講玉山那些啦 就是一般我們那種什麼 圓童寺啊 象山那種山 我是沒有在喘的 可是我現在還沒開始爬山 我就已經在喘 我們現在要怎麼走 我們要走上去啊 對 還往上走 還往上走 而且你看喔 我在這個地方 我看得到那個山上有雪 那裡有沒有 那邊都是雪有沒有 我們要上到那麼高的地方 是不是 我們要上到雪線了 行嗎 行 雪線 一定要到雪線才看得到大貓 是不是 好了 我跟你講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是不是 既來此之安之 咱們走 走吧 讚貝說 我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抵達雪線才安全 因為山上的路不好走 越晚氣溫會越低 甚至有可能會下探0度左右 而且熄火的空氣 要隨時注意身體的變化 天啊 這未免也太冒險了吧 隨著夜晚來臨 果真 大家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的企劃因為高原反應 喘不過氣來了 他臉色發白了 還有水 這裡有水 先不要水 先不要水 他現在先把呼吸調節過來 他剛剛 空氣太乾的時候 他夾到 然後一直咳嗽 所以他的喚氣都跑掉了 你現在慢慢的 就是讓你的呼吸變成 我們會一直供養給你 好不好 好 天爺啊 剛剛在 跑爬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 因為他剛剛那個時候走在我後面 他一直在咳嗽 應該是 因為高地啊 那個空氣真的太乾燥了 他一直咳嗽 他咳嗽的時候啊 整個呼吸就完全亂掉了 然後他之後就一直蠟對蠟對 然後我跟詹妹哥一直走在前面 我沒有注意到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啦 休息一下 反正要等晚上 不用拖隊啊 休息一下 我帶了他 在高海拔的地方行走 速度一定要放慢 而且最好不要拿重物 但是為了拍攝 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都揹著器材等必需品 呼吸一沒有調節好 便很容易缺氧 爬到這裡 我已經強烈的感受到 窒息雪山 讓人喘過氣來的危機了 身處在黑暗的高山 除了要隨時告訴自己 一定要撐過身體上 所有的不舒服 整個團隊也遇上了 前所未有的考驗 先不提是否找得到 所謂的雪山大貓 這段走雪線的過程 絕對是自己我 這輩子最難忘的經驗 還行吧 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講話 吐出來有煙 有沒有 越來越冷 你還好吧 你還好吧 先把你的呼吸調節一下 好不好 我不擠啊 我不擠 反正都天黑了 心臟跳得不快 對 心臟是有點強 他嘴巴這樣可以 脈搏騙不了人 兩天高海拔了 然後昨晚又吐了 你要我怎樣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慢一點 等一下 到越到上面 真的空氣越來越稀薄 我一開始眼睛有點脹 然後 整個頭啊 然後就從這個頸椎這邊開始這樣 仗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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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過來 那現在多高 四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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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五百再上去 大概要上到多少 全線 四千 四千七 四千七 所以還有五百公尺 海拔五百公尺一距離 加油 然後我也希望 我們所有的攝影團隊都可以 加油 摸黑又走了一陣子 讚輩說 我們終於找到了大貓可能會出沒的雪山岩洞 到了嗎 讚輩哥 我們到底了 到了 到了 就這 對 你看這裡 關不出 後面有岩石 後面的岩壁啊 岩壁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到了 這個只有在這裏 我們要騎中間 沿逼著雞胖 這是他經常出沒的 我們要等 我們要這邊等 好 大家休息一下吧 在那邊等一下 乾糧吧 不是餓了 喔 謝謝 乾糧 我一種 回到當兵的日子 然後把軍旅打開 然後拿出乾糧來吃 天啊 就是這位 我們剛剛上到 大概我覺得 差不多四千 四千四 四千五的時候啊 整個地變成岩石耶 結果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種地方 在網上都是雪仙 這個就是碎石潭 碎石潭 說真的 此時此刻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地形 我們早就已經分不清楚 只知道山路是越來越難走 溫度是越來越低 我看大家還是先吃點乾糧 沖積藥要緊 面對難纏的雪山大貓 我們的專業向導心中 早就已經擬定了作戰技 哇 這樣等一下起 我們可能 也會有危險 會什麼危險 狼嗎 最主要就是狼 然後我們就分頭 分頭怎麼可以拆開 不能拆開吧 分兩隊 分兩隊 然後那一隊就去 架香氣王 架給你 然後你說 就是像那種 動物餅他們拍那個 對 就是架著 對 因為有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是不會過來 他會嗅到人 這種氣味 然後我們只有去架那個相機跟感應器 嗯 到他經過的時候 就在那邊上 好 那詹姆哥我們怎麼分啊 我們分兩個隊吧 兩隊 然後那一隊呢 去架相機 那我們這隊就繼續在這邊等 那 那牛跟哲哥囉 好 我們再一個攝影師 SKY哥 嗨 好 一起來喔 好不好 沒問題 好 大家分工 我們還是這邊嗎 繞這邊 這邊 為了增加看到大貓的機率 我們安排了由一組人 到另外一頭架著 小心相機 stand by 而其他人 就留在原地 用大攝影機來助手啦 OK 他們這邊 攝影機已經架好了 那我們攝影機就是架在這邊 直接stand by 對著後面的灌木蟲 等一下手燈就要關掉 然後 可能就要靠夜市 或者是 嗯 看感覺啦 因為 手燈一直開著的話 我相信大貓已經不會出來的 好啦 關手燈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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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了 快到了 怎麼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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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快到了 快到了什麼 等一下快到了什麼 快點 鏡頭給你 有 先下去了 山上有狼 狼 有 你有看到嗎 有 不知道原來 你這樣冒著你們把那個光 對 你那邊叫 有常常的話 我們還是趕緊下山吧 快點下山 下山再看吧 有 小心 小心 走 大家冒著生命危險 總算拍到了雪山大貓的影像 在慌亂之中 向導要我們盡快下山 因為再待下去 真的可能會被狼群和大貓攻擊 那還等什麼 速速下山去 我可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這雪山大貓 到底是什麼 壞東西 這麼一個 嗯 這個 不像貓欸 它是 這是豹還是獅子吧 好 這兩個 雪豹啊 雪豹啊 對啊 所以我們說的那個雪中大貓就是 就是雪豹啊 那就是雪豹啊 雪豹 雪豹我們什麼工具都沒有帶 我們就這樣上去喔 你瘋啦 結果那一把小刀 你們真的是這樣子看嗎 就是這樣子看 欸好酷喔 而且他剛剛是在睡覺的樣子 因為我們剛拍到這張 是應該是出來 密實的地方 密實的時候 雪豹是只有這個地方看到嗎 雪豹很少了 但是已經 稀有了 越來越少了 已經病臨絕腫就對了 病臨絕腫 就在西藏的喜馬拉山 有見過 在浴宿這個地方 就是雪山的 也有人見過 所以我們很盡興 可是真的太暗太暗 太不清楚了 原來我們一路攻上雪山尋找的大貓 就是雪豹欸 為國家一級的保護動物 也是唯一高海拔的特有貓科動物 因此當地人俗稱雪山大貓 雪豹代表著神聖勇猛 許多人都想要親身拍到雪豹的照片 所以大家都會冒著生命危險 上雪山架機器 但能真的拍到的 畢竟是在少數 這也更顯得雪豹的珍貴 而野生雪豹生活在高海拔地區 目前只有在西寧市的人民公園 有少數幾隻人工繁殖的雪豹可供人觀賞 想要看到沉重的雪豹 還是要得親自上雪山一趟 大哥 以後要拍爆這種東西 拜託 再跟我們講 不要就是 我在當地俗稱可能叫大貓 可是這太危險 一把小刀 我們就這樣子 傻傻幾個人就一起上山 而且身上還有狼 這多危險啊 可是真的很盡情 因為我們拍到這麼珍貴的畫面 雖然是沒有親眼看到 可是我覺得能夠遇到他已經非常值得了 真的非常值得 這個頭痛 值得啊 我要好好睡 這裡是應該很想睡了吧 我們好好休息吧 山中大寶 其實仔細想想 也許就是不知道任務的真相 才會有這股冒險的傻勁 讓我們奮不顧身的向前衝 也才能創下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的紀錄 志祺雪山 讓人敬畏的 除了高海拔為之之外 更多的是那些可能只出現一秒的親身體驗 不要忘了下次跟著子儀我 繼續在青海多走一公里 挑戰這個世界更多的美定 世界天灯